千例或万例当然是有可能发生 指挥官陈时中才预估4月底单日破千 大家竞争倒数 庄人想更坦言破万例也有可能 12号新增551例 主要集中双北两都都各破百例 再加上基隆桃源被列为疫情热区 就占了六成确诊 而高雄也有51例 全台阔籍17个县市都有新增 传播链目前要估计缺失比较困难 那大概是以区域来分 我们的基因定序 不管是本土跟境外 都还有持续在进行 目前来讲本土跟境外 都还是以BA.2为最大宗 多点爆发不明传播链 不像以往每天中央公布 为了让疫调更方便 中央也想出新对策 推广社交距离APP 如果你有用一般的这种APP的话 那可以不用十连制的部分 因为大概都可以 未来如果有任何确诊的话 那只要你有超过两分钟 那在两公尺以内 那事实上他都有可能接到这样的一个通知 目标下载1300万次是以总人口六成来算 这个APP就是利用蓝牙记录相关资料 像是进入人多的市场演唱会宗教绕境等 有这个APP就免扫实联制 但进入超商时间较短还是得靠实联制追踪 除了追逐机要更迅速 解隔也有新条件 不论是隔离或检疫期满 在第十天原本都要PCR 但本土延伤担心检验量 也要最快速度拿到结果 只有快筛阴性就能解隔 便自主健康管理 前提是快筛倍量得足够 有消息透露快筛国家队最快下周就会成军 更要压低价格目标每季200元以下 最快4月底就会达标 推本新闻正好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